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洛杉矶地区的阿凯迪亚 今天这套房子是我们外街的管理房屋 屋主找到我们进行托管出租和管理 房子位于老华人区的阿凯迪亚市 城市总人口有5万5千多人 其中亚裔占比59.2%,白人占比27.8% 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有9万5千多 这套房子是屋主于17年8月以118万的价格购入的 现在ZERO的估价接近130万 房子为三房3.5位的Condo建造于2015年 总地税约1.2%左右 房屋居住面积接近2200平方英尺 学分8分8分9分 经过对周围市场的对比 我们以3800的价格进行上市出租 在房屋上市后便收到少量的看房申请 虽然看房人数很少 但是看房的人都递交了租房申请 在众多申请中 有两个家庭通过了我们的预审 于是我们便同时与两家人进行电话沟通 了解详情 经过沟通其中一家人不愿意补充更加详细的收入证明 而另一家韩国人家庭非常积极配合补充递交所有需要的资料 并且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套房子 还愿意将每月的租金提高50美元 变为3850美元一个月 经过与屋主的沟通后 我们便首选这家愿意配合我们并且愿意提高租金的租客 租客两口则有着自己的公司 两人的工资收入每月税后加起来有15000多 个人银行及公司银行的存款加起来超过了10万 而且两人的背景调查报告显示 两人没有任何违法或驱赶记录 其他的任何不良记录也没有 于是我们将房子租给了他们 并约好时间进行房屋钥匙与支票的交接 我可以请你两个货经理 为什么你平均是住在阿特埔 如此你喜欢这个城市呢 因为我们两个儿子 他们在中学和中学校 他们有好地区的地区 当然 有很多中国和人物 有很多人食物 有很多人食物 那么您怎么喜欢这个房子 非常好 很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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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很熟悉嗎 是的 我們住在卡利포尼街 2公里 我們找了一個大小的空間 我覺得這個房子很漂亮 有一個樓盤 然後這個房子很舒服 很舒服 謝謝 謝謝 希望你們有一個美麗的生活 好 對 很好 所以我拿了這兩個 這就是小禮物 哦 你們可以拿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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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了這些東西 都給你們 然後我拿出來 同時我們也想藉著這個案例 跟大家一起探討一下 Arcadia這個城市的房產投資情況 經過我們對Arcadia房市 10年的觀察 Arcadia200萬以上的房子 實際上已經處於崩盤狀態 因為大量的華人都在外移 隨著華人二代英文能力增強 他們很多都向南搬向了海邊 沒有新的人口和資金流入 Arcadia幾百萬的豪宅 在過去幾年甚至出現了 降價100萬虧本銷售的情況 這種情況現在還在不斷出現 最近一年新觀察到的情況 有個別一些印度裔的新移民來接盤Arcadia豪宅市場 但是這種群體也越來越少 所以Arcadia200萬以上的高端豪宅 實際上非常難出售 有的長達數年都賣不出去 第二Arcadia100多萬的房子 它還是有一定的剛需的 因為在周邊工作生活的一部分群體 他們無法外遷 Arcadia作為華人老區的地位 有豐富的華人配套 學區也不錯 它支撐其100萬到150萬以內的房價 支撐點還是非常強的 這也是由剛需決定的 所以總結來說 如果我們要追求自住方便 又要追求房產升值 那麼我們在Arcadia置業 可能就要慎重了 2017年是當時房價的一個 相對平行震盪的時期 這個房子118萬買入 現在才漲到130萬 而我們同時期在森林湖 100萬買的房子 今年最高漲到了160萬 現在也就回落到140多萬 從升值的角度 從城市發展的趨勢來看 靠山領海的城市 特別是從爾灣往聖地亞哥方向 比如森林湖 Rancho Santa Margarita Rancho Mission Viejo 這些區域 可能升值更快 之後我們也會以一個一個的 具體案例來證明 華人老區的房產 投資價值已經非常低了 現在我們不建議 投資客人再在華人老區 投資房子 也請大家多多關注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持續為您帶來 房產投資買賣和出租的 第一手信息和資料 不知道你對在華人老區 Arcadia 投資房產 有什麼看法呢 都可以在評論區跟我們分享 如果你也需要房屋買賣 出租管理 房租担保服務 可以在描述欄找到我們的聯繫方式 加入我們讓您的美國房產投資一路平安